利未记第十四章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 其力乃是这样 要带他去见祭司 祭司要出道营外查看 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 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 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 珠红色线并牛西草来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火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至于那只火鸟 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 珠红色线并牛西草 一同站于宰在火水上的鸟血中 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 撒七次就定它为洁净 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 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 剃去毛发 用水洗澡就洁净了 然后可以进营 只是要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 第七天 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 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 又要洗衣服 用水洗身 就洁净了 第八天 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 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 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三 为素祭 并由一罗阁一同取来 行洁净之礼的祭司 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 安置在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羔献为赎千祭 和那一罗阁油一同做谣祭 在耶和华面前谣一谣 把公羊羔宰于圣地 就是宰赎罪祭生和凡祭生之地 赎千祭要归祭司 与赎罪祭一样 是至圣的 祭司要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磨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从那一罗阁油中取些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右手的一个指头 站在左手的油里 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 将手里所剩的油 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在赎千祭生的血上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 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 祭司要献赎罪祭 为那本不洁净 求洁净的人赎罪 然后要宰凡祭生 把凡祭和肃祭 献在坛上 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 就要取一只公羊羔 做赎千祭 可以摇一摇 为他赎罪 也要把调油的细面 依法十分之一为肃祭 和由一罗阁一同取来 又照他的力量 取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割 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凡祭 第八天 要为捷径 把这些带到会墓门口 耶和华面前 交给祭司 祭司要把赎千祭的羊羔 和那一罗阁油 一同做摇祭 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 要宰了赎千祭的羊羔 取些赎千祭生的血 磨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祭司要把些油 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 把左手里的油 在耶和华面前 用右手的一个指头 弹七字 又把手里的油 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 和右手的大拇指上 并右脚的大拇指上 就是抹赎千祭之血的原处 祭司手里所剩的油 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 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 献上一支斑鸠 或是一支除鸽 就是他所能办的 一支为赎罪祭 一支为凡祭 与肃祭一同献上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 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 预备构树的条例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伦说 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 为业的迦南地 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 有大麻风的灾病 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 据我看 房屋中似乎有灾病 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以前 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 免得房子里所有的都成了不洁净 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 他要查看那灾病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凹斑纹 现象挖于墙 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 把房子封锁七天 第七天 祭司要再去查看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 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 扔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围 所刮掉的灾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 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 要另用灾泥漫房子 他挖出石头 刮了房子 漫了以后 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 祭司就要进去查看 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 这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 是不洁净 他就要拆毁房子 把石头、木头、灰泥 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 在房子封锁的时候 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 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 在房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 房子慢了以后 祭司若进去查看 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 就要定房子为捷径 因为灾病已经消除 要为捷径房子 取两只鸟和香柏木 珠红色腺并牛西草 用瓦器盛火水 把一只鸟宰在上面 把香柏木、牛西草、珠红色腺并纳火鸟 都站在被宰的鸟血中与火水中 用以撒房子七次 要用鸟血、火水、火鸟、香柏木、牛西草 并珠红色腺捷径那房子 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 这样捷径房子 房子就捷径了 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戒 并依附与房子的大麻风 以及街子、玄、火斑所立的条例 指明何时为捷径 何时为不捷径 这是大麻风的条例